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1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近日有分析人士表示 特鲁多的自由党新政府将对加拿大人征收更高的税 但这还不够 不足以开始偿还加拿大创纪录的债务水平 使加拿大有可能在下一次经济危机中处于弱势 这对加拿大来说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策略 在疫情期间 加拿大增加新债务的速度 在这七国家中是最快的 高额的债务可能会限制加拿大接下来的管理发展 比如从依赖化石燃烧的经济过渡到绿色经济 分析家们说 疫情后债务与GDP的比率大大增加 意味着加拿大应对下一次危机的回旋余地要小得多 无论是经济 贸易 气候还是与健康有关的危机 评级机构Fish Ratings 美洲主权评级主任Kalip Set Tom说 加拿大龐大的债务负担没有留下重要的财政空间来抵消新的重大冲击 评级公司Fish已经剥夺了加拿大的3A级信用评级 但标普全球评级公司和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仍然给予加拿大债务最高评级 在上个月连任之前 加拿大自由党承诺在5年内增加780亿加元的新支出 约占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4% 部分由同期255亿加元的薪税收抵消 主要针对逃税 富人 大银行和保险公司 其目的是利用那些最能经受住疫情的人 来支付从精神保健到学校午餐计划等方方面面的新支出 但这些税收不会帮助偿还加拿大创纪录的1万亿加元的国家债务 也不足以平衡预算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 这变得很危险 因为在某些时候 背负债务的成本会上升 未来的政府可能需要削减服务或进一步加税来解决这一负担 在寻求向富人征税以支付疫情时代的开支 加拿大并不是唯一的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开始偿还债务 作为其新税收计划的一部分 而且西欧国家正在发出信号 公共债务水平不会永远上升 在政府向个人和企业实施大量援助的情况下 加拿大的总债务与GDP的比率去年跃升了36% 达到118% 是迄今为止G7赋予国家集团中增幅最大的 根据对经济增长而非债务偿还的预测 这一比率包括所有省级和联邦政府的债务 将在2022年下降到113% 特鲁多的自由党在9月20日的选举中未能获得多数席位 并继续依赖于新民主党NDP这个左倾的政党来通过立法 该党可能会向自由党施压 要求其增加开支以换取支持 自由党已承诺提高大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公司税率 并引入这些企业的额外付款 以帮助支付经济复苏 政府还计划对高收入者实施最低税率规则 特鲁多的自由党将需要得到至少一个其他政党的支持 以通过任何新的立法 如对税法的修改 新民主党赞成对大企业和非常富有的人增税 像所有年轻的父母一样 特鲁多夫妇也爱晒娃 10月18日是他们的大儿子Zivia14岁生日 特鲁多的妻子也意识不住自己的复杂情绪 在社交媒体发图庆祝儿子的生日 毫不掩饰她的喜悦和自豪 据报道 特鲁多妻子Sophie Gregory Trudeau 以一个特殊的身份进入全职妈妈模式 她通过谈论进入青春期开始声音变调的大儿子 以一种风趣的口吻来祝她生日快乐 在10月18日的Instagram帖子中 Sophie分享了一张她和大儿子Zivia过14岁生日的照片 并在帖子中写下令人尴尬但甜蜜的话 我的好朋友Zivia今天14岁了 开始发出传言门的声调 这个声调非常有趣 Sophie不忘在帖子中称赞儿子有一颗坚强 同时也有温柔的心 能成为你的妈妈 我感到很自豪 Sophie毫不掩饰自己当妈妈的喜悦 妈妈如此 爸爸也毫不逊色 特鲁多也在Instagram上发布了关于Zivia的照片 并分享了一张她小时候和2021年的照片对比 特鲁多还透露 Zivia的生日与她的父亲老特鲁多的生日是同一天 10月18日周一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家人通过脸书发布消息称鲍威尔当天早上因新冠肺炎病发症去世 享年84岁 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任职美国国务卿的非裔美国人 综合CNN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她的家人在脸书的声明中说 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充满爱心的丈夫 父亲和祖父 以及一位伟大的美国人 这份声明补充说 鲍威尔生前已全面接种了新冠疫苗 但仍因病发症不治 声明还感谢了乌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医务人员对鲍威尔的关怀和治疗 鲍威尔的去世也让人们再次关注接种疫苗后的突破病例 据悉鲍威尔生前患有癌症 美国FDA新冠疫苗顾问保罗·奥菲特对此强调 年龄较大 特别是有金属病的民众 一定要十分小心新冠 奥菲特表示 84岁的鲍威尔由于还患有癌症 这使得他患上新冠重症的风险更高 美国疾控中心7月的数据还显示 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更容易受到新冠重创 美国全国免疫系统较弱 包括患有癌症、艾滋病 或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 仅占美国成年人口的2.7%左右 但却占重院的新冠重症的44%左右 鲍威尔1937年4月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 父母是亚买加移民 父亲是码头的搬运工 母亲是冯任工 鲍威尔生前是陆军四星上将 他曾参加过越南战争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曾任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在美国总统里根任总统后期 鲍威尔成为美国首位黑人国家安全顾问 并在老布什总统时期成为美国最年轻 也是第一位非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鲍威尔经常被描述为 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最受欢迎的美国将军 他经常被提及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但他从未选择参选 1985年 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 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与柯林·鲍威尔将军进行磋商 作为伊拉克战争的捍卫者 鲍威尔于2003年2月 在联合国安理会曾发表长篇讲话 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些论点被用来作为多国部队 对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的依据 鲍威尔特别举着一个瓶子显示 称那里面撞着碳居病 这张照片迅速传遍全球 不可挽回地削弱了鲍威尔的慰望 鲍威尔曾为此而道歉 这是一个污点 因为我是代表美国向世界发表这次演讲的人 这将永远是我记录的一部分 这很痛苦 现在很痛苦 2000年12月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选择他出任国务卿时说 鲍威尔将军是一位美国英雄 一个美国榜样和一个伟大的美国故事 小布什还曾将他与另一位勤奋 正直的美国军事领导员相比 后者也曾担任国务卿 小布什说 我对鲍威尔将军的评价 就像杜鲁门对马歇尔将军的评价 他是一座力量和常识之塔 在鲍威尔后来的公众生活中 他对共和党的右倾逐渐感到失望 并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 帮助民主党人入主白宫 在2008年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周 鲍威尔曾给奥巴马背书 并帮助其赢下大选 后者成为了首任非议美国总统 鲍威尔去世的消息传说后 各界纷纷表示哀悼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作为一名爱国者和移民的孩子 体现了勇士兼外交家的最高理想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对鲍威尔去世表示哀悼 他在推特上发文称 他和夫人劳拉 对鲍威尔的去世深感悲痛 克林顿夫妇呼应表示 鲍威尔是一位英勇的士兵 专精的指挥官 尽心尽力的外交官 也是一位政治的好人 克林顿夫妇指出 鲍威尔毕生致力协助国家 尤其是年轻族群 不只实现自己的理想 也实现海内外最崇高的抱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鲍威尔在漫长而非凡的生涯中 以其杰出及优秀的表现 成为一名真正的公职人员 他对拥有鲍威尔这位朋友 感到十分自豪 10月 两位知名经济学家 联合发布论文警告 一项关键消费指标显示 美国经济正在走入衰退 可能与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严重 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布兰奇佛劳 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 定量社会科学教授布莱森表示 密歇根大学与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B的消费者预期指标下滑时点 都精准预测 1980年代以来每一次经济衰退 消费者预期指标反映 美国民众的收入预期 就业情况 以及对近期未来的经济预期 在2021年 CB的指数已下滑25.3点 UM指数也下滑18.4点 而在2018年 全球金融危机时 两项指数分别下跌19和21点 研究作者写道 2021年底 美国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布兰奇福劳与布莱森表示 两项指标能够及时反映市场状况 有助于了解经济情势 两人认为 国内生产毛额GDP落后近一年 失业数字也受到无薪价影响导致失准 研究指出 自从政府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介入劳动市场 让失业率快速复苏 2021年的经济表现非常出色 但过去6个月 虽然就业与薪资出现增长 但消费者预期明显下滑 显示美国正在进入衰退 研究也指出 民众对Delta变种病毒仍然存在忧虑 害怕通勤或回到职场染疫 布兰奇福劳表示 过去进入经济衰退 失业率提升 薪资成长下滑 但现在却是相反 情势更加复杂 他表示 目前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基本上已崩塌 可能将进入经济衰退 布兰奇福劳与布莱森在结论中表示 当然这些指标有可能失准 但在2007年 经济学者和政府遗漏这些变数 却导致惨痛代价 我们希望今年不要再犯相同错误 我们必须谨慎看待这些定量数据趋势 2008年 当时虽然有足够劳工 但消费不足以让民众重回工作岗位 但目前的情况却相反 走过新冠肺炎高峰期 全球经济快速扩张 联邦政府大笔的纾困金和提高的薪资 意味将出现庞大消费需求 但企业面临缺供和缺料问题 难以满足需求 供应链危机何时解除 目前依旧是未知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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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